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弟兄姐妹感谢主,今天已经是礼拜六了 那弟兄姐妹感谢神 当你到礼拜六你知道 在救命里面叫做安息日 安息日,弟兄姐妹就是要叫我们能够 全然的放下我们的自己 来到神的灭情享受上帝的恩惠 弟兄姐妹就在救命里面叫我们要守安息日 其实当他们守安息日的时候 其实就守住了他们的家庭 也守住了上帝给她的祝福 也守住了上帝给她的一切的恩惠 弟兄姐妹感谢主明天是主日的崇拜 弟兄姐妹不是在守一个日子 但是弟兄姐妹这个法则是一样的 当你守住主日的时候 上帝就守住你的家庭 守住你的家人 守住你的家庭的每一个关系 上帝就守住了你的事业 你在职场上的工作 当然一样 守住了你在属灵里面的一切的追求 跟你一切的服事 上帝祝福你 让你成为一个极其有智慧的人 阿们 今天我们要读三章 以福所书三章二十跟二十一节 三章二十一节 二十跟二十一节 三章 我们一起来读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充充足足足的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但愿他在教会中 并在基督耶稣里得奖荣耀 直到世世代代 永永远远 阿们 这一节圣经是非常非常宝贵 也是保罗讲了从第一章到第三章 他做的最后的一个结论 就是神能够照着 那每一件事 都是几乎可以说是不可能的 但是他这边告诉我们说 不是我们能乃是神能 他说神能怎么样 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那充充足足的成就 可能你我只想说 我们有一个安定的工作 就可以了 但是神说那样太小了 上帝要让你成为公司的主管 那也许你觉得 我只要是一个 有一个很小的房子 我就可以安居 那弟兄姐妹上帝说 这样你所求的 所想的太小了 神要的永有宽敞的房子 你可以接待弟兄姐妹到你的家里面 你可以在你的家里面开幸福小组 或者是细胞小组 我记得在美国的时候 有一个弟兄 他家里的院子很大 那你知道我们那时候 教会并没有受洗的池子 那可是他的院子里面 有一个很大的 就是那种什么 这个中文叫什么东西 跟浴缸一样 不过就是 你可以有 它会喷出水柱 什么东西 就是可以按摩 让你在里面非常的舒服 它有一个很大的池子 所以每一次我们受洗的时候 他就邀我们到他的家里面去 所以我们受洗了好几年 我们受洗的地方 都用他的家 那弟兄姐妹有看见 上帝就祝福他的家 上帝就祝福他的家 那家不断地的兴盛 他是做鞋子的那个装盘山 装盘的山 那弟兄姐妹 他很需要一个什么东西 他需要一个很大的藏库 那弟兄姐妹上帝就祝福他 让他们能够买到 差不多一千坪的这样一个 那么大的一个藏库 那上帝就这样大大的赐福给他 所以弟兄姐妹感谢神 当你的心放在神那里 你看见你的心思意念 就不再是只要满足我们个人的需要 你会看见你进入上帝伟大的计划里面 有一对夫妇他退休了 孩子也都长大 那就是都出外工作 不在家里面住了 那就空出了几个房间 有一天他在窗子 就看见有一些人坐过去 他也看见有一些传道人骑着马 这个经过 所以他就觉得 为什么我们可以接待这些人 接待这个神的仆人在我们家里住 所以他就开始控制了三个房间 慢慢的他就变成很有名了 很多人都知道 弟兄姐妹还有很多人都知道 他们经过那边 他们就会来 就说能不能借他们住他们的地方 可以住 所以后来他就加盖了 因为三个房间远远不够 所以就加盖到 后来加盖到12间 弟兄姐妹你知道吗 他就这样做 结果呢 弟兄姐妹 这一对夫妇 后来建立了一个很大的企业 就是Holiday Inn 就是假日饭店 现在这个假日饭店 已经变满了全世界 变满全世界 弟兄姐妹 我们就看见 我们的心是怎么样 你如果只有想着很小 那你所能成就的就是很小 新加坡有希望教会 他们要建堂 有一个姐妹她很想要奉献 可是她手上并没有什么钱 她就开始想说我可以做什么 她就想她很会设计 所以她就在T恤上面 她就做一些设计 那就开始网购 那一件衣服成本可能只有10块钱 可是她画上去以后 就变成100块钱 对她来讲 没有想到她画的实在是太好了 还是怎样 很多人就很喜欢 很多人就去网购她的T恤 那后来实在她要的人太多了 她就建立了一个小型的工厂 最后她成为一个全世界知名的T恤品牌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一下 这是什么 这是西布鲁的恩高 让上帝要把海里的丰富 跟沙中的珍宝来赐给你 那旧约里面也告诉你说 再生了这没有难成的事情 只要你愿意为神的国 你有所强有所求 上帝就要成就一些超过你所求所强的 那弟兄姐妹上帝怎么样来成全呢 祂要照着运行在你心里面的大力 那这个运行在你心里的大力 不是你的脑力 也不是你的体力 也不是你的自立 也不是你的自视力 乃是超自然的能力 超自然的能力 这样弟兄姐妹 这个能力已经在你的里面 上帝就要借着这个能力来运行 弟兄姐妹怎么会运行 弟兄姐妹 当我们和神永恒的计划 连结在一起的时候 弟兄姐妹 这边告诉我们说 但愿祂在教会中 但愿祂在教会中 并在基督耶稣里面得到荣耀 神要在哪里得到荣耀 神要在教会里面得到荣耀 那教会是神永恒的计划 神可以在祂的教会中得到荣耀 当祂得到荣耀的时候 弟兄姐妹 神就是掌权在其中 神的权柄和能力 而国度一切的丰富 就会远远不绝地临到我们的神上 那弟兄姐妹感谢神 我们怎样来跟这个连结 弟兄姐妹 永远不要忘记 不管你在职场上 你的工作或者你的家庭 弟兄姐妹永远要跟建造教会 连结在一起 你的服事 你要怎么做 也就是借着你的服事 跟你的奉献 爱你的教会 来守护你的教会 为教会祷告 为教会摆上你的那一份牢 那弟兄姐妹 千万不要做伤害教会的事 不要嫌弃 不要嫌弃 她有很多的问题 很多的软弱 嫌弃她不够专业 那弟兄姐妹 我们只能够更多的爱她 更多的包容 更多的期待 她会越来越好 弟兄姐妹 她也真的一定会越来越好 那透过谁呢 就透过我们对她的爱 对她的摆上 对教会的付出 那弟兄姐妹 感谢住 有一个弟兄 她就向神祷告 上帝啊 你帮助我 让我们赚更多的钱 扩张我奉献的能力 扩张我奉献的机会 弟兄姐妹感谢住 我们相信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弟兄姐妹 你看见神就能够照着运行 你说我能够做什么 有一个弟兄 他到非洲去 本来只是去旅游 可是当他看见 那些有需要的人排队 然后排队 排在一场 甚至有人呢 在排队的过程里面 就饿死 就倒下地上 就死掉了 那原因是什么 因为饿死 这个人就觉得不可思议 他就跑到前面去 为什么你们不发食物给他们 后来发现 那边根本就没有食物 所以他们就在等了 在那边等 所以弟兄姐妹她回去以后 她就找了她的几个很好的朋友 她说我们一起来做一件事 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弟兄姐妹这是世界展望会的开始 弟兄姐妹她也是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人 可是她怎么可以成为这么伟大的信 因为弟兄姐妹她有想到 为她的 为这些有需要的人来帮助她们 她不是想到她自己的生意 她想到的是那些有需要的人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神 身上要使用我们 当我们的心胸不动的被扩展的时候 弟兄姐妹神就开始运用什么 不是运用外面的力量 但是运用在你里面的力量 弟兄姐妹感谢神 超自然的能力 是要在一个特别的状况里面 有需要的状况里面才能够显出来的 求主帮助我们 祝福我们 让我们依靠她 我们就看见美好的事 要发生在她身上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主啊谢谢你 你把美好的经文放在我们的面前 主啊谢谢你 你永远是成就 主啊叫美梦成真的神 主啊让我们如果敢为你的国度 为你的荣耀来做美梦 主啊你一定会让我们的梦想能够成真 主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祝福每一个家庭 主啊今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家 有一个美好的安排 谢谢主明天我们要全家一起来敬拜赞美你 谢谢耶稣与我们同在 听我们的祷告奉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